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便解如来真实义 继续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330页 到第五行 讲到四种精进力 圣解兼顾力欢喜休息力 圣解力兼顾力欢喜力休息力 也讲到三种思维能够让你得以精进 这三种思维其实就是不离开所谓的政见 政见有善有恶有悦有报 知道这个业果的原理 若我不做不得果报 若我不自作不从他的 若我作者忠不失 若你常常要这样想 你才不会我们说心存侥幸 因为佛教读有很多都是 我们叫做有两个很大的问题 一个叫做心存侥幸 一个叫做贪图方便 心存侥幸 又是贪图方便 心存侥幸就是 我不用这样做可能也会有 贪图方便 我不用这么努力可能也会有 我不用照这样的方式 人家比如说人家要做三天 我可能做一天就可以 人家要自己做 我可能请别人做就可以 你要做这么多才得这么多 你就心存侥幸 我做很少我就可以得很多 这个常常有 比如说有一些像 你如果读过那些咒语的功德 他就会告诉你你念这个咒 等同于你念几万物的经 拜几万的佛 或是你念这个咒 你念完这个经书后 叫这个咒 你的功德就可以乘以几万倍 你在这一天 你在这一天做这个善事 你这个善事可以乘以几千倍 你在念经之前 你做这样的行为 或是说你念这样的仪轨 你的功德可以书胜几百倍 这种都是什么 这种就是我可以做很少 我可以得很多 我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 得到最殊胜的功德 那么这种都是心存侥幸 贪图万倍的观念 那么这个都是不知道业果原理 业果原理是 多做就多得 少做就少得 不做就不得 你不自己做你不可能得 基本上就是 所以你就会努力做 你就会努力做 所以他精进的三种思维 通常大部分 因为我们学习的佛法很多 有时候会有这种告诉我们 那么你只要这样做很简单 很方便很容易 你就可以得到别人用很久才能得到的 在最残缺的比如说 我们只要念一身佛 就能够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那你念这个重 等同你你念多少佛 等同你你念多少经 那这样很容易很吸引人 那么吸引人 但是久了久了 你就是心存侥幸 贪毒方便 你就是常常 我们在说不好使 不实战 那这样的休闲 其实没办法成修 你不会先进 你天天都在走偏門 找偏方 走那个捷径 天天都在找捷径 那这样你是没办法修行的 你不会真的是下苦功 或是你不会真的是用功修行 因为那么累做什么 找一点最方便 最快速 最容易 那又功德最大的 所以常常在找 哪一尊佛最感应 哪一本经念的功德最大 哪一个菩萨跟我最相应 那么常常在想这个 这个你是没办法修行的 贪毒方便 心存侥幸 那么你从不好好想 实在应该怎么做 总是找看看有没有例外 有没有不用这么辛苦的 我就可以得到那么大的幸福 其实这样的观念害死了 让很多人就是走捷径 比如说你不好好工作 不好好读书 用骗的 用偷的 用墙的 像这样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很多 那这些人不会好好读书 还好用功还好努力 不会 所以精进基本上 我们说要有这三种词文 那如果我不做 我是不会得狗报 别人没办法做给我 就算佛那一种五眼大慈 同底大悲 他都没有办法做给你 做给他父母 他都没办法 那么你如果不自己做 别人没有办法做给你 那你不这样做 你不这样做 你就得不到这样的果报 那每一个做 每一个 就是说 比如说你要长寿 那么你要长寿 除了你注重饮食 运动这些之外 那么你要做 你要修长寿的 长寿的因果 就是说你要持心 那么你要救护生命 这个你才是长寿 那么你没有 你要杀很多生命 来补你的身体 那么你这个反而是短命的因 那这个如果你不做 那别人替你放生 别人替你做 你没办法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 请师父送金 然后回向功德给我 请师父拜畅 消我的业障 都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不用做 我花钱请人家做 不用我自己做 我有钱吗 你有时间吗 我花钱请你帮我做 我就会有 没有 没办法 这个观念要改 因为现在我们 尤其是北团佛教 那么很流行 这个法会 然后请这个法师送金 那特别是那一种水路法会 很多法师 很多法师送很多金 然后我捐钱 请这些法师送金 人缘坦送人缘金 华缘坦送华缘金 请很多法师送金 那么他们的功德集中起来 回向给我 那么超度我的祖先 其实那些祖先也要自己修 即使是佛陀的爸爸妈妈 尽幻王 罗耶夫人 他的儿子罗霍罗 他的太太耶稣陀罗 都不是佛陀修给他的 都是佛陀 告诉他怎么修 他要自己这样修 才有办法 即使是佛陀 都没有办法说 我回向给你 我加持给你 我送金给你 我做给你 你可以得到 即使是佛陀 都没办法 那你想 其他的人有办法吗 佛陀都做不到的事 佛陀做不到的事 佛地之 可以做得到 不要信佛陀 不要信释迦摩尼 信那些就好了 因为他比佛陀厉害 不可能 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只是我们现在佛教徒都这样 那就很麻烦 就是说你没有了解到 你没有了解到 正确的因果道理 也因为这样 你天天都在找那一种 比较有修行的 比较大的刀场 比较大的法会 比较殊胜的法门 好怎么样 好 很快解决你的问题 很快满你的念 所以强调 这个咒多殊胜多殊胜 这部经功德多大多大 这个菩萨多感应多感应 你还停留在这种 学佛的层次 你没有办法精进 你也不会精进 你会很精进的去找道场 找法师 但是你不会很精进的去修行 心情教心 贪图方便 你很好想这个问题 这个可以说是 大概已经一千多年的问题 宋朝一千多年 现在两千多年了 现在西眼已经两千年了 那宋朝抗朝之后 宋朝大概就这样 宋元明清大概都这样 宋朝还好一点点 到了明朝之后 就有一种出家人 专门在宋经 专门在宋经 现在就很多了 就是专门在宋经 超度别人的祖先 专门在宋经 增长别人的功德 自己都糊里糊涂 自己都烦恼一堆 他的所谓用功就是 努力宋经 这个法会 这个布巾 这个布巾 什么布巾 这个法会 参加过那个法会 天天在做法会 就叫做用功 不是 不是这样子 那很多句子就是 哪个法会 哪个法会的法师人比较多 哪一个道场 有一百个法师出来 哇 庄严 这场法会叫做书圣 就是 所谓的书圣就是 很多人声音很好听 大家长得很庄严 尤其是很多男众 那这场法会就书圣 那个圍楼唱得好听 这场法会就叫做书圣 我告诉你 也会感动 也会感应 但是都是一下子而已 那种法师想没有意义 好像烟花你知道吗 放的时候很漂亮 哇 好漂亮好漂亮 一下子就没有了 然后呢 然后问题还是一样 天还是一样暗 所以我们学佛 之所以不用功 之所以没办法精进 很多是因为你的观念不正确 你不晓得 你不晓得 有一些事是没有你办法 代替你的 没有办法 你必须要自己做 你了解了这个道理 你就会自己用功休息 真的 所以隆述讲 三种思维而起精进 这个我们稍微要记住 就是你没有这样想 你还停留在那种心存侥幸 貪毒方便 那么总是要找最快的路 最好的 所以常常 哪里的菩萨最感业 那观音菩萨就要去普通山 文殊菩萨就要去武台山 那么你才能够感业 在那里念普门品 跟在这里念普门品 那里比较感业 哪一尊寺院的 这个菩萨比较感业 念哪一本经比较感业 那这些 这些都是错误的 如果你还这样想 表示你对佛法不理解 你不清楚佛法 那你还在想 哪一天做善事功德比较大 念了这部经之后 加个什么咒 会乘以几百倍 你这样想 表示你不理解佛法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想 吸引那些连做都不做的人 至少他愿意在这一天做 就吸引那些人 平常都不在做的 吸引那一天 吸引那一些人 平常都没在做 至少这一天称一百倍 那一些开小便利的人 他会做 那做他就有 至少他有那么一点点 可是你如果一直停满下这种层次 那你是不可能精进的 那你也不会有什么成就 但学佛当然有时候会走过 就是一开始 一开始都是这样的 一开始就是 哪一本经最感应 哪一个咒罪有威德力 哪一个道场 这些法师比较多送 哪一个法会比较殊胜 都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大圣经典 地藏经就跟你讲地藏菩萨 超越其他的菩萨 普文秉就跟你讲 观世音菩萨 超越其他的菩萨 文书的经典里面就讲 文书菩萨 欺佛之师 就是这样 就吸引你 吸引你 让你先欢喜 让你愿意先去做 那你走到一件事情 你才发现 原来这个只是方便 那你要自己要努力 其实是这样子 好 那么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现在先讲到圣解力 深刻的理解 你有这个深刻的理解 你自己会清晰 自己会明明 所以 这个就包含在 你会生起药运 这个叫善法运 你自己会欢喜这样去做 那么要求远离一切恶 以成就一切善 以成就一切功德 那么引发尽禁止之修行 所以说 信为欲医 欲为勤医 这个是成文字里面说的 依真切的信愿 相信 那么你这样做 就有这样的功德 所以就算我们有病 那我们知道这样吃 对我们的病 我们就很努力吃 没有人逼我们 我们也会吃 真的 遇到这个 我们就会多吃一点 因为对眼睛好 比如说对我们的病 比如说我们眼睛不好 那么需要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 这个红萝卜素 或是叶红素 我们知道玉米含有很多叶红素 那我们就多吃玉米 胡萝卜里面有很多胡萝卜素 对眼睛好 我们就多吃 那有些 比如说 他喜欢皮肤比较好一点 那这个水果里面有很多胶原蛋白 才有吃 骨头不好 这个芝麻很多干 然后他就多吃干 没有人要你这样 但是你发现对你自己有帮助 你就会多吃 你自然而然 就说没有 你也会去特意买来吃 你发现你真的知道 你真的知道 这个对你的生命好 对你现在 对你未来 对你修行好 没有人 不需要人强迫你 你自己就会去做 而且会很努力做 不间断的做 为什么 因为你真知道 所以信为于真切的信心 你对这个非常 你了解 深刻的理解 那么就会发真诚的愿意 所以这个欲就是善法欲 你愿意去这样去做 愿意这样去修行 努力的去做 勤就是精勤 就是精进 你之所以能够精进 是以善法欲 就是你有这样的需求 你想要达成这样的目的 你想拥有这样的功德 那你为什么想有没有这样的功德 你为什么要达到那个目的 因为你了解 你很真实的理解 这样的因果关系 所以你就会发起那样的愿望 欲嘛 那样的愿望 你会发愿意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那么你就会努力去达成这个愿望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愿是信解深策 你相信得愿深刻 愿佛也告诉你 要深心 那么你就能愿人精进修行 其实就在这里 所以理解智慧是最主要的 你真有智慧 你不用人家讲 你自然会去做 为什么 因为你真了解 那所以 不管人家知道不知道 不管人家看见不看见 你自动就会去做 就好像你说吃这个对你皮肤好 不管人家知不知道 你都会去吃 所以第二个 第二个叫做坚固力 那在禁修中要有坚固力 坚固就是他维持这样 那么一般我们虽然奴隶 我们有一种情形 就是其实我发现 学果的人通常有一段时间都会清静 真的 但是清静一段时间之后 又开始懈怠 就是 不会说不清静 老实讲 尤其刚开始都会很清静 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又会疲乏 就没力 又会放下来 然后又觉得这样不行 又会清静 大概都会这样 那么很难说恒常心 我们说永本心溢发 恒常心难持 其实就是这样 永本清静 永本心溢发 其实容易 所以大多数的学佛的人 通常都发过永本心 要努力 但是你要一直保持 保持这样的精静 其实不容易 很难一直保持 永本心溢发 永本心溢发 恒常心 就是你一直这样的努力 其实不容易 他说在禁修中要有坚固力 这有两种意义 第一 有些水水便便 修这修那 无决心无恨心 结果是养成坏习惯 什么都修不成 就是我们说朝三暮四 又希望这样 这个也要 但是你又没那么多时间 又没那么多体力 所以就变成 就是他 这个其实跟他自己的观念 也有关系 就是他之间还不是很正确 就是比如说 这很多食物有很多营养 他越想得这个营养 越想得那个营养 结果什么都要 结果什么都做不到 那么我之前遇过一个妻子 他也有一个困难 因为我们 其实这个跟观念错误有关系 就是说 他觉得他自己的业障重 身体不好 然后他 他自己的业障重 他就想送地藏经 身体不好 他又觉得送地藏经 对身体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帮助 要送药师经 所以他又要送地藏经 又要送药师经 然后他又觉得他自己又没有什么智慧 所以他又想送金刚经 然后他又觉得这一生 如果没有往生其略事件 那么未来还是会多刹得到 所以他的目标又放在药 往生其略 所以他又要送无量寿星 可是他又没有那么多时间 又要去工作 如果他一天 一天 所以他基本上起来是这样的 他早上送 比如说早上送金刚经 送了多小时之后 比如说中午 这个公司休息的时候 他赶紧送药师经 晚上回来 就送无量寿星 把他念佛 他什么都要 可是他这样坚持一个月 他就没办法了 太累了 都不用休息 他开始精神变得不好 起力变得不好 那有时候忙得要做什么 回来又要补 因为他觉得今天地藏经没送到 或药师经没有送完 回来又要补 那种的身心惧乏 可是他又不敢放弃 放弃了就没有了 又不敢不上 那又受不了那么多 那这样太累了 坚持不了多久 他就没有办法 因为就睡不好 或是睡不好 工作表现不好 然后又起烦恼 这样其实是 这样观念是错的 第一个他的观念就错了 就觉得说 他要送地上去 地上去消业障 要送药师经 身体才会变好 那那么太累了 身体变不好 又药师经又不能不送 那自己送了这么久 还没有怎么取舍 肯定是业障中 地上去也不能不送 那么未来要我生极乐世界 无量寿经也不能不送 你看 那这样导致于自己 整天都很紧张 又怕送不完 又怕没有送没有功德 业障不能消 极乐世界不能去 身体不能好 你看 那怎么办 他有一天还问我 师父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是不是告诉我 我说你送一个就好 可是他送了地上去 要事情没送 那身体不能备好怎么办 这观念是错的 你简单送 你要用你多余的时间 你不要让自己起烦恼 因为我们的身体 时间就是那么多 那么你又要做工作 又要忙这个忙那个 然后你回来所有的时间 都在做这一些 那你又觉得 你的观念本身是错的 你可以做一个就好 比如说你就送金刚经就好 你说那金刚经不能超路吗 金刚经不能让身体健康 金刚经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吗 不是都可以的 你送什么军都可以 你就这本金 金就是告诉你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吃地 修行的观念 你的宗旨都错了 你就是修行的理念都错了 你送什么金 都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目的 你送地藏金 你这样的心在送地藏金 消不了越障 你这样的金 在送药室经 你是越送身体越不好 你绝对不会越送身体好 太累了 太紧张了 太担心了 口慌了 今天送不到 太累了 睡着了 明天又要某个时间 把它补掉了 你这样身体怎么会好 你这样送药室经 身体也不会好 你这种观念就是业障 他就是障碍你 你就是送地藏金也不会消业障 为什么 你的观念 你的观念就是业障 他就障碍住你 你送药室也不会有智慧 为什么 你这样的心就是没有智慧的心 你用这样的没有智慧的心 来送药室 你怎么会有智慧呢 你这样用这样的身心具体的心 来送药室 身体怎么会健康呢 想一想就知道了 但是他又怕放掉了 他现在阅障已经那么重了 他现在身体已经那么好了 药室经又不送 地藏金又不送 那阅障会越来越重 你看 所以这种观念 就算他渐渐持续不了多久 持续不了多久 终究会垮掉 垮掉就什么都不能送 然后就天天只是担心 我就知道我阅障重了 我就知道我身体不好 他就会怪自己 因为药室经没有送得多 送不够多 地藏经送不够多 不是 重点不在于你送药室经跟地藏 重点在于你送经的观念 跟你修行的这些观念是错的 跟那个苦行外道一样 很努力很精进的修苦行 但是其实达不到什么成果 只是白白的受苦而已 你这样是很用功 这边也要 那边也要 这边做一点 那边做一点 你都不是真的在修行 那这个其实是很糟糕的 但是有些人真的是这样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观念 其实这样是不可以的 那你要有决心 也不可以这边修那边修的 那么要有决心 要有恒心 那么他说结果是养成坏习惯 什么都修不成 那所以要审慎而行 他說可以不行 就是你可以不做 但是如果要做 你就要做的彻底 就是文家讲的 有福醒 行之福能 你服错也 你要不就不做 当然要做 但是你要做 你就要做彻底 不要今天做明天就不做 今天看这个 很多人其实也这样 但是他这个是一开始 他没有 没有认知到佛法的 佛法的道理 所以有一些人 比如说北传的 很多是这样 要修禅宗 要修净土宗 又觉得禅宗 比较像在修行 念佛是要老师 要老太婆的 然后老太婆 这个没有知识的人在念的 然后修一修 没有作用 又转到 又转到这个净土 建土人又觉得自己烦恼 又没办法 又转去学天台 要紫光酸韵 然后又听说 华元经一身成佛 又转去修华元 就这样 然后现在流行中观 又修中观 然后修一修 又觉得 这蓝船的 好像很多成就 又转去修蓝船的 修一修又觉得藏船的 那个看起来 好像每一个都是很有力量 有神通 有成就 有大成就 又转去修藏船的 我发现很多水种的 就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好像什么都修 他什么都修不好 什么都要 结果什么都得不到 这个就跟世间人也一样 这个换过那个 这间公司换过那一根 这个职业换过那个职业 没有一事无成 那是因为没有横行 你没有在那个地方阻力 一下子比如说你要修订 一下子用念佛的 一下子关呼吸 一下子又关肚子的起伏 那关来关去都没有用力 那这个是不行的 你这棵树 撞在这里觉得不好看 又给它移到那里 移来移去那棵树就死掉了 那你找到他 那还没适应 他就又换环境了 所以他讲要有决心要有横行 我就是要这样做 要持续的这样做 就是没有办法坚持 有一些人没办法坚持 所以常常会半途而废 半途而废 我们说过了 就是要不是果如不前 要不是半途而废 要不是功亏力亏 那么最差最差的就是 他坚持到底但是背道而驰 但是跟解脱相反 越坚持越坚持离道越远 那么很多是不能坚持到底的 没有决心没有横行 所以什么都修不成 所以他说要审慎而行 一开始要先认清楚 要有智慧认清楚 到底要修什么 先要修有什么 有什么意义 要修到什么程度 其实你看人家也这样讲 知子而后有定 最后得 知子 一开始要了解 然后要修到怎样子于至上 要修到怎样才算圆满 那你修行的理念要先有 那一样 他说大学就是大人之学 聖人之学 跟我们修解通道 跟普照道是一样的 类似概念 然后 你先了解 你这个修行的核心 你成为圣人 人家是西圣西贤 成为圣贤 圣贤 第一个要应该是什么 他的核心是什么 再明明得 再清明明 再指 就是要做到 要做到什么程度 那么你了解这个 知子而后有定 你就专心去修 专心 专心这样去修 努力这样去修 所以定而后能进 进而后能安 然后能利益而后能得 你才有所得 你才能够成就 那你就要行个侧点 有始有终 不能中途犯弃 就不要半途而废 这才能养成抑制的坚定 那通常 怕你抑制不坚定 所以通常都叫你发愿 发愿 发愿就是 我一定要把它做到 就是 不容易做到 但是我一定要把它做到 没有做到 我绝不中途 我绝不中止 这奴家讲的 有浮显 有浮显 你行之浮连浮臭有 那么一样的道理 我要做 我就要把它做到完美 那么做到彻底 做到旧气 既是这样 那么这个就是养成自己坚定的 要有愿力 所以一般来讲 那么修行第一个要立愿 就是要立下志愿 我要做 我要做到什么程度 入道药门 发心为首 修行吉悟 立愿祭仙 这是以前祖师讲的话 首先发心 发什么仙 入道药门 发心为首 修行吉悟 要修行啊 要醒啊 修行吉悟 最重要的 这观念 以前祖师道德都讲起来了 修行吉悟 立愿居仙 入道 进入佛道 不是外道 佛道 你进入佛门 那谁做旧庙的 那么就是发心 因为佛道里面 我们有三种 人天道 解脱道 菩萨道 那么你不同的发心 你不同的方法 然后不同的果报 人天道 比如说你发真上身心 这个人天道是真上身心 那么解脱道是出离心 那菩萨道就是菩提心 那你如果 你如果 说你要 你未来 那么想生天 那么你就要 你要发真 你发真战胜心 那么你就要修五戒十善 你要修五戒十善 那么如果你是要得解脱 那么你发出离心 你就是得四双八变 得处理三戒 那么如果你要成佛 你要发果提心 你要行六度四射 那不一样 那你要先选 你要做什么 你要得到什么 那佛门里面有这三种 那我们把它说起来 就是五称过法 这个人天是两个 这个解脱 声闻圆解是两个 那菩萨成佛一个 这都五称 所以全部都要讲这个 那你要先 你要首先要讲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来学佛 你想圆满什么 你想完成什么 你想得到什么 你学佛的宗旨是什么 那每一个人不一样 每一个人不一样 所以你首先要确立你的发心 好 那你发完心了 那么 你即使要行五戒之战 你要得人天 你也要持续 你先坐一点 那边坐一点 你没办法 那么所以一般 比如说受戒 受戒也是一种冤 因为我为了要得人天道 我必须 我不能做杀道 五戒我要守 不然我得不到人天道 我如果没有持五戒 我是没有办法得人天道 即使我行十善 我都没办法得人天道 所以你必须要持五戒 当然五戒才有十善 不然就不叫十善 那一样的道理 所以你必须要立愿 所以基本上 你这个要受五戒 八关在戒 这个在家 他就可以受八关在戒 那这个是聚足戒 这个就是菩萨戒 一样嘛 戒其实就是 你在佛前发的怨 那么我为了要 比如说我为了 可以得人生 人天狗霸 所以我不杀身 我在佛前 因为 尽行受不杀身 我这一辈子尽行受 坚持嘛 坚持我这一辈子 只要我还作为人 只要我还知道口法 那么我就都不杀身 你看他就是立愿啊 受戒就是立愿啊 那一直 通常要尽行受 那八关在家一天一夜 那是因为 他是在家人 所以他 修出教育 这一天里面 这一天里面 我不怎样 八条 或我不死啊 不非之死啊 不可无双忌 那么这个也是立愿 那五戒进行受不杀身 八关在家 如诸佛进行受不杀身 我一日一夜不杀身 那菩萨戒 寄回来寄 到我成佛为止 因为他的目标是成佛嘛 那所以他基本上要先立愿 那么因为不然你会退啊 你坐一坐你就会退了 好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不能有始有终 不能中途放弃 这才能养成意志的坚定 这个一般来讲就是你要有怨 因为有怨就有利 要不然你没有怨 你可能因为种种的因缘 那么你没有办法坚持 你会没办法坚持 那其实世间也是这样的 它总是会有一些障碍 那所以如果你没有坚持的话 你很容易就放弃了 你会很容易就放弃了 另外 他讲 禁修时 要尊重自己 强化自立 很多人对自己没有信心 我发现到很多学佛的也是这样 那对自己没有信心 总觉得自己不行 那这样是没办法 因为你如果自己觉得自己不行 慢慢慢慢你就真的不行 所以学佛常常要告诉自己 我现在不行 但代表我未来不行 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 我一定会努力 那么你就可以在哪里 那么现在做不好 我努力就会好 现在不可以 所以 我有心做 他就可以 他不是一下子就做好 你想想 成佛是最难的 成佛是最难的 你都可以 那其他还有什么不可以 成佛是最难的 你都 他告诉你普提心就是成佛的心 普提心就是成佛的心 如果成佛你都觉得可以 那其他 其他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这个是最难的 最难的 那 但是不是告诉你 你现在 你现在修 这一生就可以成佛 也有可能 但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 有没有成佛要看你 因缘有没有具体 就是成佛的功德 你有没有累积到 那你一直累积 一直累积就好了 你也不用担心 不会成佛 你也不会一直 一直想著 什么时候才能成佛 不用 就是一直累积 一直累积 就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 要尊重自己 就是你不要看轻自己 我们叫做妄自菲薄 就是 看轻自己 我常常讲 就是说你能够学佛 能够做人 这个都很不简单的 你都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 你还觉得自己不行 你还觉得自己业障重 我告诉你 真正业障重的 真正业障重的 做人都没办法 做了人 没有办法遇到佛法 遇到佛法 不会相信佛法 真的 英国女王 看起来福报比你大 但是 从学佛这件事来讲 他的福报没有你大 那么 从这个比如说 比如说北聚如中 北聚如中的天人 福报是很大的 但是从他的国土 没有佛法这一部分来讲 他的福报没有你大 包括大瘟利天主 大瘟利天主是四体黄音 包括上帝犯天 那么看起来 福报比人大 但是 从 比佛陀 佛陀 佛陀的弟子里面有一些 是守陀障 是那些贱民 但是那一些人 后来都证了阿罗汉 那么他当时修很多善法 升到做犯天王 做道利天主 包括你说佛陀时代的品博搜罗王 那么跟波斯尼王 福报过大了吗 韦提西夫人 莫利夫人 福报过大了吗 但是 当然他后来他们也有成就 但是没有证了阿罗汉 那佛陀的弟子里面 比如说莲花色 莲花色是很可怜的 他一生婚姻很凄惨 儿子 儿子 兩個儿子 一个又失踪 一个又不见 那后来 我觉得他的故事很凄惨 杨杰摩朗 又被骗 杀了那么多人 但是 后来他们就证了阿罗汉 成为佛陀子 从这一点来看 现在的天人过得比你好 但是 他们没有心在佛法上 他们也可能没有预见佛法 但是你可以 所以我们叫三途八难 三途八难 但是你没有三途 也没有八难 你了解佛法 你相信佛法 你还修学佛法 这一点 如果你还认为你业障重 那一些不能成为人的 成为人 遇不见佛法 遇见佛法 不能相信佛法的 相信佛法 不修学佛法的 那那个业障有多重 你想想这个道理 所以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看重自己 相信自己 那么这样 这样 你那种愿才会真切 你那种心 才不会觉得 我不行 我不可以 我相信我可以 现在不可以 我会努力 我相信我努力 我就会达到 你要有这种心 真的 我有觉得佛教统 受了末法思想的影响 又受了业障思想的影响 那天天就觉得自己冤心在主多 业障重 繁荣重 善根浅薄 然后 不断地否定自己 你是要修行 你是主要的动力 你都把自己否定掉了 那还有什么力量 转没有几千就忍掉了 不行 所以 所以要 尊重自己 强化自己 那怎么强化呢 以前 以前那个 商 商汤 遥顺与汤文武周公 因商的国主叫做汤 商汤 商汤 盘明很有名 盘明盘就是洗澡盆 他们以前是用那个桶做成一个洗澡盆 那么刻在 明就是刻在洗澡盆上的文字 刻了九个字而已 那么这九个字也很有力量 叫做狗日心 然后什么 日日心 又日心 那么我们怎么样强化自己呢 儒家 益君 好像是益君还是什么 道德经里面 益君 他叫 天行见君子你自强不喜 就是你要坚静 自己强化自己 自强不行 你看着 你看这个天 这个天体不断在运转 不断在运转 那我们要学习 像天 像天 像这样的一个学习 他就不断不断 要不断运转的 那么你要自己 自强 不停止 要自己 自转 而且要不断地自转 攻转 自转 攻转 这样 那天体也是这样 所以才形成这样 那我们要向天学习 那现在这个讲的就是说 你要有一个观念 比如说他洗澡 他是洗澡 这个是洗澡盆 我们的洗澡盆 但是他是磕成一个用筒做的 那么他磕在那个 磕在那个名文 磕在那个洗澡盆 他自己 自己提醒自己的 那我们现在不是 不是爬屁 就是座右云 我们现在是磕在座右上 有些贴在墙壁上 实时提醒自己的 所以 有时候你要是常常提醒自己 然后 如果你怕忘记 有些人就写起来 或是用在墙壁上 或是贴在 每天都要看到的地方 实时提醒自己 每天都要用到的地方 实时提醒自己 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座右云 好 果日心 日日心 你看 相康也是这样 常常提醒自己 果日心 如果 假设 因为洗澡的目的就是什么 为什么要洗澡 为什么要洗澡 除垢 对啊 要除垢 你身体脏啊 身体脏会怎么样 生病啊 会不舒服啊 身体脏 会不舒服 会生病 会让人家远离 你会发臭 那我们的go 就是不好的喜气跟烦恼 你多了 你多了 你的人就生病 心就生病 人家就远离你 不喜欢你 就好像闻到臭味 你不喜欢的一样 人家看见你 常常提升心 少了他 少跟他讲话 少怎么样 就像这样 久了久了 你的心就生病嘛 一样 他除垢 假设 我洗澡是为了 让我患然一心 让我 就是 就是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去掉 那么我 假设这件事对我有好处 就是我们 我们修行也是这样 除烦恼 增加功德 增加 增加好的 然后去求不好的 那么 假设 假设 我 假设我洗澡 是要让我变好 那现在我们说 假设我修行 我这样修行 我学佛是要让我变好 我修行是要让我变好 那 我为什么 我每天做 我不每天做 我不每天修 那么 既然 我要修 我为什么不要把它修到最好 就是 我既然洗澡 对我有好处 那为什么不每天洗 既然 既然 既然要洗澡 那为什么不把它洗干净 一样的道理 我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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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 你要先确认 修行 对你有什么好处 就好像你要先确认 洗澡对我有什么好处 一样 你先确认 既然这样做 对我有好处 我为什么不把它做好 既然要做好 那么我为什么不天天做 如果我有好处 我为什么不天天做 既然我要做 我为什么不把它做好 狗日新 又日新 狗日新 又日新 一样的道理 那么我们确认这个道理之后 那么 就会怎么样 也是 你就要强化自己 然后要让自己这样努力 一次又一次 所以他这里讲 陈某大事要自己立行 不能希望他立 一样 你不可能 不可能别人修给你 一定要知道 所以说解脱为一于自修 那就前面讲的 我如果不自作 不从他的 不是解脱这样而已 升天也这样 升天也这样 那成佛更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其实因果上是这样的 人缘会上阿难的失败 定根就在此 首先这个是以人缘经来讲的 人缘经是讲故事的 用阿难来做一个当机状 基本上是 因为人缘经里面 阿难出来说 他侍奉佛 他以为不用他修 那佛就会加持他 所以他说定根在此 这个其实是 用阿难来代表一般人的心性 就像我们说 我不用修 我要拿潜群法师帮我修 我告诉你 没办法 这个不是阿难的病根 阿难是代表一般人 叫做探土方便 心存侥幸的心 病根就在此 但是要肯定 我说一句话 要肯定自己是能修的 要肯定自己是能修的 能战胜烦恼的 坚决地负起菩萨大型的重担 非达到目的不宗旨 那菩提心更难 所以要先发愿 一般都是四皇四月 菩提心就是臣佛的大愿 臣佛的大愿 这就是四皇四愿 众生无边四愿度 烦恼无境四愿断 烦恼无量四愿选 佛道无上四愿逞 那佛道无上四愿逞 是先发的 就是我要成佛 但是要成佛 必须要有三个条件配合 断尽一切烦恼 烦恼无境四愿断 佛是清点的 没有烦恼 然后你断尽一切烦恼 是为了要度一切众生 那你度众生 必须要有度众生的法门 所以你要修学一切的法门 你才能度众生 所以你要烦恼断尽 修学一切法门 你才可能度众生 度众生圆满 智慧福德圆满 你才可能成佛 其实他是这样子的 所以非达到目的绝不忠实 那他讲这个仁宴经里面 阿纳 其实我们说心存侥幸 阿纳 仁宴经里面 他就是认为不用我修 不用我修 那么我好好的侍奉佛 佛就会加死我 他甚至认为我好好的读经 我好好的把这些经背起来 那么自然而然 他就会怎么样 他就会成就 也不是 也是要修的 你不是把经背起来就好 多门也 多门只是一开始而已 门之后要施 施之后要修 修之后才能得正 这个我们可以引用 看一下仁宴经里面的阿纳 他是这样子 可以参考 因为导师就讲到了 我们就顺便使用 仁宴经 阿纳这么说 阿纳说 自我从佛发心出疆 是佛威审常治思维 是佛威审常治思维 无劳我修 其实这个是 这个其实不是阿纳想的 这是一般众生的心 无劳我修 我不用修 我们很多都是这样 这个做法会 然后捐钱 然后血牌位 点灯 然后这些法师在那边努力修 很多法师集中在那边修 就超度我的祖先 消我的灾难 增加我的功德 不用我修 所以这个观念是错的 我只是捐钱就好了 其他让他们去修 那我就可以消灾 然后除葬 然后增加功德 超度祖先 就是很像这样 无劳我修 特畏如来 惠我三妹 不是特畏 将畏如来 惠我三妹 讲错了 你这样想 将畏如来 惠我三妹 可以加持我 不知身心本不伤害 吃我本心 生虽出家 心不入道 他是出家的 那我们没有出家 生虽学佛 心不入道 有没有道理 虽然我们是学佛 但根本就跟法不相焉 不入道 其实是用阿难 来说给大家听的 实际上阿难 也不会这样 但是用阿难做代表 来跟大家讲 其实很多人 有这种错误的观念 心存侥幸的观念 贪毒方便的观念 认为我好好侍奉佛 我就好了 我好好侍奉佛 佛 佛就会加持 因为我们很多句子 都这种观念 那么就认为 反正就是 我也不用修 我就好好付持 那么我就会 依别人的解脱 而得解脱 那是不可能的 甚至我的祖先 都可以解脱 那是不可能的 生虽欣家 心不入道 今日乃之 现在才知道 虽有多文 他还多文 但是多文 只是一开始而已 你不是多文 就可以解脱 文思修 若不修行 也不文等 若不修行 这个其实是在讲给大家听的 若不修行 也不文等 跟你听了不修 跟你不知道 还不是一样 知道也不修 不知道也不修 那你知道的不修 跟不知道的不修 都是不修 不修就不能成就 一样都不能成就 一样都不能成就 所以相等 一样 一样 如人说实 终不能保 这个是 导师在这里讲 阿难的失败 另根就在此 其实这个不是阿难的失败 是凡夫的失败 并跟在此 是借由阿难来教育我们的而已 中阿难经 我们稍微讲一下 他叫念促经 他说 中阿难念促经 他说 若比丘比丘你 少少虚以情 若比丘 比丘 比丘你 那又不是又不 也可以 少少虚以情 少少虚以情 立心正知 就是立愿要修 就是我们叫做发心立愿 坚定的 立心正知 其实就是发心立愿 那么 于事念促 就修事念促 官身受心绑 既是解脱 都是修这个的 因为是解脱 所以比丘比丘你 那么 比招 你看他说 比招行如事 就是 慕必得生心 如果你努力 你不要怕达不到 比招行日 早上行四年促 那么晚上一定会有进步 那么 慕行如事 你晚上 这样修 他说 那么到早上 朝必得生心 一定会有 修行是如是因如是果的 那么进步到什么程度 不知道 看人 但是一定会 一定会 一定会 一定会有 进步 那么 你只要好好努力去做就好 那里面讲得很多 那么 七年到七日七月 那么 有些 他说必得 必得 一定会证国 一定会证国 从 假设你可以持续到 最少的就是少少续雨晴 你早上这样做 一天 那如果你能够坚持七天 七月 那么可能就可以证国 证二国 证三国 或是正阿罗汉 这个是他讲的 这个是他讲的 那就算你 就算你只是用功一天 他就有一天的效用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理解了之后 那你就会坚持 不达目的 绝不终止 好 那常常要 常常要告诉事情 狗日心 日日心 幼日心 如果这样做 对我要好 那么我为什么不常常做 如果这样做对我好 我为什么不常常做 如果我既然要做了 为什么我把它做好 我们就做很多事 一样 如果我要做 为什么我不把它做到最好 如果这样做对我好 我为什么不要常常做 这样你常常想 你就会努力 一直努力地做 你就会休闲 一直努力地休闲 不会轻易放弃 因为放弃对你不好 就好像吃药 吃药可以让我减少痛苦 为什么不要一直吃 为什么不一直吃到这个病好 那你一样的道理 那你吃药你不用 人家叫你不要吃 你也要吃啊 因为我不吃我会痛苦 所以我要吃啊 那我没有努力我就得不到 所以狗日心 日日心 幼日心 先了解我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学佛 我修闲对我有什么好处 那既然要学 那为什么不要不要努力的学 那为什么不要天天做 清晰嘛 天天都这样 天天就是要努力 那既然要努力 为什么不努力做到最好 一样的道理 所以第三个 第三个是欢喜令 在修学的过程中 假设你真的理解 那你也真的做了 你真的会有所谓的法喜 因为修学佛法而产生欢喜 那么你有法喜了 你欢喜了 你就会再持续 如果你没有 很多人学习佛法 只是努力 但没有感到欢喜 那肯定是修错的 肯定是修错的 就好像你喝水 一直喝都不能解渴 你的水肯定有问题 水是能解渴的 你喝多少就解多少的肯定 如果你喝了很多水都不能解渴 那表示你的水是有问题的 你摻了其他东西 它只是水的形状 它没有水的功能 或水的功能减少 那么你真正修学佛法 它一定会有它产生的功效 就好像你用水来洗澡 它一定能够除垢 一定能够让你感觉舒服 洗完澡就跟你全身很脏 有一些不一样 你去洗完澡了 你就一定会感觉到很舒服 那么你修学佛法 它有除烦恼的作用嗎 烦恼会让你不舒服 但很多人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 他是会越修越烦恼 没有修还不烦恼 修学佛法了解的时候 看到这个也不对 看到那个也不好 讲这个也不听 讲那个也没用 自己又起烦恼了 自己又不除自己的烦恼 只想除别人的烦恼 自己又看不到自己的烦恼 只看到别人的烦恼 这样就越修越烦恼 就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人 这个人 地藏心也念 钥匙心也念 金刚心也念 无量寿心也念 越念越烦恼 为什么 体力透支 时间没那么多 又不敢不念 又念不来 都不知道要念什么的 他只认为念了经 就可以消夜障 念了经就可以增加智慧 所以 念了经身体就可以变好 所以 勉强念 痛苦的念 这样怎么会有乏喜 这样越念 越不乏喜 但又不敢不念 又不能不念 又没办法一直这样念 你看 很多人越修越烦恼 就是这样 你看 你真正在修学佛法 你一定会有这种现象 叫做法喜 法喜 就是你从学习佛法中得到欢喜 为什么 你感受得到啊 佛法最重要的不是死后 或是解脱后才得到快乐 没有 很多宗教都是死后升天 永远快乐 或是有一些人念佛 死后到极乐之间 享受幸福才知道 死后才知道 解脱才知道 不是 佛法不是等到 一直走到最后才知道 有没有效果 没有 不是这样子的 佛法是 马上做 就马上知道 最开始的热叫做现法热 就好像水喝下去 你不是喝完这一桶水 才知道能不能解渴 不是 你喝第一口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水能不能解渴 一解渴 你就有那种解渴的现象 那一种很渴 很渴的现象消除 你喝多少就消除多少 其实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不是等到死后 等到解脱的时候才离苦 不是 你修多少就离多少苦 其实是这样的 他那个现法热 那么你离苦得热 你自然就欢喜 你就会觉得 哇 学佛真好 本来以前这样的事 我会纠结很久 我会几千年生 现在都不会啦 本来别人误会我 我会解释很久 别人又不听的时候 我会难过很久 现在不会 本来以前 那么别人做这件事 别人批评我 我就会难过很久 甚至会反过来批评他 现在不会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 你就会发现到 我没有 我的日子没有过得那么难过 我比较自在 自在是因为 没有很多绳索绑住你 那每一个人的一句话 一个行为 一个动作 都像一条绳索绑住 你就被他牵着 那个人又讲我什么 这个人又看不起我 这个人又在背后讲我 这个人又误会我 这个人又毁谤我 你就那条绳索绑着 想到这个也痛苦 想到那个也痛苦 自从学佛之后 这些痛苦减少了 甚至没有了 欢喜增加了 哇 学佛真好 又起慈悲心 又起欢喜心 又知道自己是有力量的 又知道自己这样做 未来可以变得更好 你非常的清楚 非常相信 越修越有信心 越修越有力量 越修越欢喜 越修越自在 烦恼越来越少 快乐越来越多 那这个才是学佛 积极的 乐观的 而不是消极的 悲观的 没办法 所以勉强 不是的 你很欢喜的自己 就是要这样做的 那么这样才是真正 有那种欢喜 你才是真正在学佛 所以他说 在修学的过程中 法喜充满 因为佛法而欢喜 因为修行而欢喜 我们虽然没有到充满的地步 法喜充满是一个比较高的境界 我们虽然没有说法喜充满 但是有法喜 有法喜 那如常到美味 而没有厌俗性 就一直吃 一直吃这样 那我们通常在法会之中 感到的喜悦 那个还不是法喜 那个不是喔 那个也是 但比较不是 就是说 那个只是你在那个 那个环境里面 那么感官受到的一些喜悦 那个不是因佛法产生的喜悦 比如说 就放败很好听 很壮严 那么你在里面感受到那种激进 当然他也是修行 现在修行的一部分 但真正的法喜就是 你依法修行 你依法修行 依法修行之后 从佛法中得到的利益 而不是你听人家诵经 然后听人家扩宗 有些人听那个扩宗 听到那边诵 他也听得很法喜 但是那个实际上不叫做法喜 就好像你听音乐会 你听贝诺芬的音乐 听什么音乐会 看一段表演 看一场电影 你会说看到也很欢喜 有没有 但是那种还不是 你有时候去参加法会 跟参加天理场音乐会 有时候是一样 就感觉到 哇 这个庄严 出色 但实际上法喜是 你由修学佛法 对佛法理解 而产生的欢喜 不是感官的 那个不是感官的 我们听这个声音 看这个庄严 感到的法喜 那个是感官的 视觉效果跟天觉 那种法喜不是由内心生出来的 对佛法的欢喜 还不是 还不是 所以你不要认为就是 喔 参加是要把我发喜充满 好 那你告诉我 让你法喜的那个法是什么 我是声音的好听啊 放拜庄严啊 那个还不是 那根本 那根本不是 你那法比如说你了解原情 了解因果 了解 了解这些道理 那么你这样做之后 减轻你的烦恼 那么解开你的束缚 那你好 你去参加一个法会 听那些庄严的换拜 你减轻了什么束缚 减轻了你原来的那些烦恼 没有啊 很多是没有的 所以真正的法喜是 因为理解佛法 因为修行而法 修行佛法 而得来的欢喜 而不是 而不只是看见别人修行佛法 看见 听见那个声音 看见那个佛像 就产生了欢喜 当然那个也是喜悦 但是那个不是法喜 所以 这里讲 修学的过程 所以你自己在修学的过程 产生的喜悦 就好像你吃到很美妙的食物 那个美味 那你就想一直吃 一直吃 就是这样 越是进修 就越有兴趣 而不是 因为你有这个法喜 你自然不会中断 人家叫你中断 你也不会中断 不需要人家推着你前面 不需要 一开始是 你也不知道好处在哪里 那你也不知道 这样修真的有没有这个好处 人家 稍微推着 或拉着你的 或拉着你往前 或推着你往前 在前面的人就 就拉着你 在你后面 你不会往前都推着你这样 但是 但是 你自己 如果他不推 你不拉你 你就不前进了 往后推了 但是你有法喜 就不是这样 就算有人在后面 拉住你 不让你往前 你也要努力 walking 真的 那这种就是 这种就是 越是进修 越有兴趣 这才能精进修行 真正的精进 不需要别人催促 自己就能这样做 越入越深 就是你越修行 就越乏喜 越乏喜 就越修行 所以经典的最后就叫做 歡喜 信授 然後依教奉行 奉行之后又生歡喜 歡喜之后就越修行 其實都是这样 所以出地叫做歡喜 因為那個法位真正才到了 目的就是得出地 真正得到佛法的滋味 第四個 休息力 為什麼會有一個休息力 不是兼禁不休息嗎 那為什麼還要休息呢 因為我們這個夜報生 我們這個夜報生 它是有極限的 心是沒有極限的 但是夜報生是有極限的 佛陀走路走到累了 都要休息 你說佛陀不是有神通 佛陀怎麼是金剛不壞 夜報生是有限制的 所以走一走走一走 累了 跟阿蘭講阿蘭累了要休息 走一走走一走 肚子餓了要脫胖 口渴了 阿蘭去跟我要一些水 是要休息的 你如果不休息 你身體疲憊不了多久 就像我們剛才講那個例子 那個居士 他所有的時間都拿來誦經 當然他如果體力上可以就可以 但是他又要工作 剩你的時間就什麼都要做 堅持不了多久 後來一定會疲憊 疲憊就會退 這個四十六章經也有講 你就會退 一退你再起來就不容易了 所以你要適當的 不是說一直往前就好 是你那個心要保持精進 他是身體需要修行 所以你要看你的狀態 每一個人的狀態不一樣 以前有一些出家人 那麼他覺得 修不倒單 就容易成就 所以有一些就毛起來修 修不倒單不睡覺 那如果你真的有髮型 得三倍 那你可能不睡覺也沒關係 那多數的你不睡覺是不行的 那就要修不倒單 但是你長期不睡覺 你的身體又沒有調好 你就會出現什麼 幻聽幻覺 真的 我以前在一個道場 我旁邊就住著一個這樣的人 他進那個房間 他的房間真的就是空的 他進那個房間 第一個先把床安掉 不要床 不要床 他意思就是又修不倒單了 那你知道人長期不睡覺 他開始會有幻聽幻覺 他是勉強勉強不睡覺 他不是真的那一種 可以不睡覺那一種 所以沒有多久就出現幻聽幻覺 那他能夠成就嗎 不能成就 所以 他說如果身心感到疲累 那麼應該要休息一下 否則會引起厭倦心而佔道 所以你的精進反而佔你的道 是因為你的不是正精進 所以精進第一的 二十億 太過精進了 佛陀跟他講 修行的理論是不急不緩 不是你 那個叫做急障 所以中道 中道有一個叫不急不緩 並不是你很快要達到目的一教進去 不是的 那麼二十億 二十億他家是很有錢的 非常有錢 那麼他看見很多人修行都解脫 他也想修行 他也要出家修行 所以他就 他就跟著也出家了 那麼他出家之後 他比別人還用功 通常用功 通常用功是兩種方式 就是精醒念作 通常是這樣 他去修事念處 精醒念作 那也不能一直做 那也不能一直走 念作就是打作 禪作 那精醒就是這樣走 那你坐一坐 你要起來走 走一走 你一直走 腳會痠 一直坐也不行 所以通常是精醒念作 然後修事念處 大概是這樣 那麼他很用功 他非常的用功 努力的 努力的修 走 人家都在休息 他還不休息 另外一個是阿納利 這兩個是精進的 阿納利後來一直用功 他眼睛下掉 那二十一耳 就是他出家的時候 他就努力 別人在休息 他都不休息 堅行走走走走 走到那個角都流血了 都還在走 你看都用功 越是用功 心越急 越不能解脫 後來他就想 我都已經比別人用功了 還不能解脫 那肯定是我越在中 肯定是我這種料不能解脫 所以否定開始 否定自己啊 其實是你犯法錯 不是你的職業問題 每一個人都有解脫的可能 每一個人都可以存活 沒有你不行 沒有說哪一個人不行 沒有說我沒有這個緣 沒有緣修就有 你發怨就有 你善根不足 修就有 把它補足啊 就是你的善業福德不足 你的智慧不夠 把它修夠 那修就有嘛 怎麼可能沒有 好 那他就很努力 努力修努力修 比別人越用功 那越心急 別人都一個一個解脫了 他就是沒有 那他心裡面就在想 他心裡面這樣想 那肯定是 不是 有些是肯定我不會用功 但是他是用功啊 他比別人 別人在休息的時候 他都拿來清醒打坐 都拿來思維 都還不行 一天你二十四個小時而已嘛 他又不會說 那給我一天五十個小時 沒辦法 二十四個小時 他都在休息了 都不能解脫 所以他心裡面就想 那肯定我是不能解脫了 我已經做到極限了 我都不能解脫 那我是不能解脫了 那既然不能解脫 那我乾脆還屬好了 我乾脆 即使我這麼用功都不能解脫 那我是不能解脫的 所以我乾脆還屬 好好的一起活動就好 他心裡面會這樣想 佛陀知道 就請人家把他叫過來 然後就告訴他 你在家的時候最擅長的是什麼 在家的時候 他有一些有錢人就是音樂 就是彈琴 我很會彈琴 那佛陀很厲害 就他最喜歡最擅長的跟他講 好 那你彈琴的時候 第一個要怎麼樣 調弦 調那個弦 弦如果調太緊的時候會怎麼樣 彈的時候太緊會斷掉 那太鬆呢 沒有聲音啊 那你調琴之調 調到剛剛好 一樣 那個弦就是你的心 心弦 你要調心 調到剛剛好 太急了 太急了會斷掉 這樣退心了 太鬆 放鬱也沒有力量 你不是太鬆 你是太急 心太急太急 你看起來好像有用功 實際上達不到努力 所以剛剛好中到 不急不緩 心太急不叫做近近 看起來像近近 不是近近 所以 所以 這個 應該 如果你疲憊了 你就是要休息 你就是要休息 或某一功德修成 雖略略休息也意不滿足 就是說 但是你也不要一直休息 或是說 你常常在休息 那是不行的 但是你身心感到疲憊的時候 就要緩一緩 因為不是你急著去就好 世間也是這樣的 那麼 欲速 折不達 一樣的道理啊 你越急 可能越沒辦法 因為它就是心的平靜 定才會混 你一急就不定了 散亂 掉拳 所以 略略休息也意不滿足 他說 這個是講到說 你有這個休息力 就是你 它有兩種 一種就是 你應該要休息 一個就是 你 修成了之後 那麼 雖然 稍微休息 但是你不是就一直這樣休息 而是你還要繼續修 如果能這樣休息 適應 那就你全緣長緣 精進不行 而不太有難 所以說 你的精進用功 就不是那麼困難了 那我們通常都是 會用功 但是很容易就退下來 然後退下來之後 又覺得自己這樣 太懈怠 又覺得對佛不好意思 又會用功 用功能現在就覺得 太辛苦了 反正就這樣 虛虛落落 虛虛落落 但是如果你把很多道理 看清楚了之後 你就知道 你也不會因為休息而慘愧 但是也不會一直休息 也不會活了 就是心調道理的程度 就是 我知道我累了我要休息 休息了之後 我們說休息是為了走坤長緣 在路 休息了之後 我在精進 休息是為了精進 精進 有時必須要休息 其實是這樣 那麼休息也是一種精進 如果休息是為了精進 那麼休息也是一種精進 如果你的休息不是為了精進 那你的休息就是放命 你就是懈怠 就是懶惰 其實是這樣 但是你的休息是為了 你的休息是為了 能夠 能夠達到你的目的 你的休息就是進去 就好像 你睡覺是為了明天跟你體力的 把它做好 那你不睡覺 結果 你雖然不睡覺去做 可是也做不好 那倒不如你睡覺把它做好 一樣的道理 所以 這個是休息力 再接著看 他說 三聖諸聖得 稀有定會聖 好 三聖 基本上這裡的三聖 就是聲文 元傑跟菩薩 就佛秤 就菩薩秤 三聖聖賢 其他的人天聖就不是聖賢了 三聖聖賢 和祭祭百 就非常多 那麼 他想 這一些殊聖的功德 基本上都從哪裡來 定跟會 那麼 經濟也只是讓定跟會圓滿 定跟會聚主 才能成就 經濟是為了成就 那這些成就 都是定跟會的功德 主要是定跟會 那麼講多一點就包括戒 戒定會 其實是這樣 以下先總說殘納及波熱二度 因為現在大聖不共華 再講六度 布施慈戒忍入京濟 是在京濟叫完 接下來就講這個定跟會 好 所以這裡是總說 殘納意義為禁律 一般稱為殘定 為定的一名 波熱 意義為會 一般稱為智慧 所以六度裡面 一般我們說波熱 有時候說智慧 殘定 殘定智慧 布施慈戒忍入京濟 殘定智慧 一般是這麼說 有些說波熱 定跟會在修習成就的菩薩行中 是相應不禮的 就是 定是為了要有會 引發五若慧 五若慧 就是聖者 一定是跟定相應的會 一定是跟定相應的會 所以他說 這個是相應不禮的 稱為子官雙丘 定會均等 一般我們講的雙丘 基本上就是子官雙丘 定會雙丘 卑制雙丘 一般就講這三個 後來的男女雙丘 那個是被誤打 騙掉 那個是從佛羅門家裡面才有 後來變成男女雙丘 一般雙丘 佛法裡面的雙丘 只有子官雙丘 子官其實就是定會 子官就是定會 那一般我們講子官雙丘 然後卑制雙丘 卑制雙丘 定會雙丘 其實他就是定跟會 但是有時候就是講這樣 或是無會雙丘 一般是這麼說的 那符會其實就是卑制雙丘 定會其實就是子官 這兩個是一樣的 那通常總說就是這樣 後來因為受到印度教 印度教後來七世紀 六世紀那時候開始襲擊 那麼有信奉詩佛神的 那麼彼斯魯的那邊有盼 那麼是強調男女雙丘 後來勝入到佛法裡面 就開始有所謂的男女雙丘 那原來佛法講的是 卑制雙丘 或是定會雙丘 其實是這樣 或者卑制雙丘 講成無會雙丘 子官雙丘 定會雙丘 這個叫雙丘 這一次雙丘 這個紫光雙丘 其實是運 其實就是運行的修 有一些 有一些現在甚至講到佛道雙丘 佛教跟道教 其實佛教跟道教是不同的 哪裏可以佛道雙丘 有些人又講佛道雙丘 就是又修佛教又修道教 好像看起來比較殊聖 其實不是 沒有這種 後來就是不懂佛法了才能這樣講 我們來看看 他說一他說 子官雙丘 定會君等 也就因此 聲文及菩薩法中 美女禪 及三魔力等以定 來稱那與會相應的禪定 所以有時候叫 這一產就是產定 三魔力 一般我們叫三妹 有時候翻三魔力 你都要換三妹 什麼三妹 什麼三妹 那三妹跟定其實不太一樣 定是偷外道 但是三妹基本上是有會 跟會跟定相應的會 或是跟有會的定 基本上是這樣子 所謂與會相應的禪定 其實叫三魔定 禪中的禪就是類似像這樣 聲文法中 如空三魔定 聖意禪 那麼這裡講到 講到所謂的聖意禪 聖意禪 聖意禪 我們來看 他說 聲文法像空三魔定跟聖意禪 工三魔定跟聖意禪 與聖意禪 跟聖意禪 就是用當聖意禪 英文法像聖意禪 現在聽到聖意禪 我們講到聖意禪 空是三三妹裡面的一個 空餘相無所有 這個是三三妹裡面的 也是聖文裡面說的 聖一場在 它一個叫做真事場 它說修這個場的時候 修行的時候 無所取心無所住 這個叫聖一場 無所取心無所住 你注意一切吧 這個其實是跟會相迎 它為什麼叫聖一場呢 因為這個場能成就聖一場 能成就聖一場 由於這個場定能成就聖一場 所以叫做聖一場 它說了之自信不可得 而不取向通達協法國 這個自信不可得 而不取向 這就是我們講的 廚房不自信 不取向 不取跡象 手 通達一切法國 這就是聖一場 這個叫做聖一場 這個叫做聖一場 又是聖者的境界 我在正義案裡面說到 正義案的一部經叫做 第一罪空之法經 他講這個是第一罪空之法 就叫做真實禪 他說這個加章言 裡面舉到加章言入聖地禪 加章言入聖地禪 這是聖地禪殿 大智在天等 觀察所入的是什麼殿 就在觀察他所入的是什麼殿 因為無所言盡可得 觀察不到 有些產他有所言盡可得 因為無所言盡 所以 無所言盡可得 無所言盡可得就是所謂的無向善患 這個就是無向善患 所以他觀察不到 他有提到說 因為加章言入聖地禪 聖地禪 基本上就是因為他正的無向善患 這個無向善患 基本上是不走一切善患 不走一切善患 不走一切善患 不取向 因為這樣所以他觀察不到 這個是我們稍微理解一下這裡說的所謂 聖地禪 聖地禪 大致在一天觀察不到 他所入的是什麼地方 觀察不到 就是觀察不到 他所入的是什麼地方 關察不到 他所入的是什麼地方 其實就是跟智慧無露會相應的 大聖如手嫩顏 三摩滴 如來慘等 但從 先講到這裡 這裡又有一個空三摩滴 就是一樣 跟生意產是一樣的 無相三非 空 無相 無所謂 其實這就是空 那這裡講到手嫩顏 那麼手嫩顏 一般我們知道手嫩顏都是從手嫩顏經 就是阿難的那個手嫩顏經 有能源做的那個 那通常一開始 其實最早講手嫩顏的是 有一個叫做手嫩顏三摩經 包括我們說第一個 最先滅的是手嫩顏經 然後最後滅的是無量壽經 這是我一般的說法 其實這個也不是 因為很多人在弘揚人言經 那麼他就認為 人言經因為它有五十年在破磨 所以磨最先要把這股經滅掉 這股經滅的時候 佛法就開始滅了 所以努力的弘揚人言經 強調人言中 其實這個是錯誤的 那麼講到人言經先滅了 這個是法滅經經 法滅經經裡面有講到 那麼如果經典要滅 那麼首先是手嫩顏經先滅 然後後來慢慢就三下十二步驟經 但是他講的這個手嫩顏三摩經 實際上是有這本經的 這個手嫩顏三摩經也不是指這本經 而是在講手嫩顏三摩 那什麼是手嫩顏三摩呢 手嫩顏三摩主要是 但是我們前面講 就是你對佛法一個正確殊勝的理解 是聖人所得的 他是這樣 手嫩顏是永見的意思 大制度人裡面有解釋 他說什麼是手嫩顏呢 波勒經我們先來看 為什麼手嫩顏三摩這麼重要 他指的是 因為手嫩顏三摩經 他就是在強調手嫩顏三摩 他說這一本經滅掉 佛法救滅 是指手嫩顏三摩沒有人修的 沒有人知道 那佛法救滅了 是指這個意思 他並不是指這個人厭做的 這個手嫩顏經這一本 而且實際上來講 實際上來講 現在很多經都滅掉了 人厭經都還在 現在很多經都找不到 都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了 只有那個明 甚至有些人明都沒有了 你看有些經明 那個經早就滅掉了 人厭經都還在了 所以並不是我們一般想像的 都把這個人厭經摩要念 不是這個意思 他只要是說 沒有這個世間 在於沒有與定相會的 就是這個三摩 沒有人知道怎麼修了 怎麼修得解脫了 沒有人知道怎麼修可以正聖苦了 因為你要有定虧均等的這個三摩 你才有辦法正果 那麼現在這個修法沒有 那當然就沒有正果了 沒有正果就沒有覺悟的人 沒有懂正覺的人 這意思是怎樣 這個意思的 但是後來就傳到變成 這個手嫩顏三摩經 變成那個 變成是阿難佛同全民的那個 就變成人厭經很重要 能演奏很重要 念人演奏就會破魔 就變成這樣 其實不是 這個是誤會 我們不瞭解法法就是這樣 我們先來看波羅經裡面 波羅經裡面講到 他說 所論言善媚為諸善媚之首 是所有的善媚裡面 所有的善媚裡面 有很多善媚 這個有五樣善媚 有百千善媚 一般我們說的三善媚 空無相無焰 有百八善媚 有非常多的善媚 那華遠經講的是 華遠善媚 海應善媚 普賢菩薩的是 華遠善媚 佛是海應善媚 就很大很多善媚 那這個念佛善媚 也是善媚 誅善媚之首 手那麼多善媚裡面 手嫩媚善媚是最高的 那他是善媚啊 不是 我們來看 他說 什麼叫做手嫩媚呢 當然我們剛才講 那個波座善媚也是善媚 那波座善媚是 可以見四方火的 那我們先來看 大制度論 大制度論的解釋 什麼叫做手嫩媚 大制度論 卷二十五 我們對火法有很多誤會 他說 分別蜘蛛善媚形象 你這樣看了你就知道 為什麼手嫩媚三媚 經滅掉 火法就滅掉了 就漸漸漸淨滅掉了 蜘蛛 三媚形象 這個手嫩媚不是阿拉摩農堅 我現在流行的手嫩媚不是 他說 分別蜘蛛善媚形象 多少生前 形象多少生前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你知道種種的善媚 那麼這個善媚怎麼修 要怎麼下手 到怎麼樣得圓 就好像很簡單 比如說彰化 彰化有很多條路 每一條路你都知道 這條通往哪裡 這條通往哪裡 那走哪一條路可以到哪裡 你都全部知道 那你所有的善媚修法 你都知道 你修什麼善媚 可以得到什麼樣的作用 那你有什麼問題 要修什麼善媚 那這些善媚要怎麼修 那修到什麼程度 那你這個是一級的 二級的三級的 你都知道 就是你很清楚了解 所有修行的方法 可以解脫的方法 你都知道 那麼 如大將之珠 兵力多少 就好像大將軍 知道 他有多少兵 這些兵 這個是水兵 這個是馬兵 這個是忌兵 這是達戰的 這是射箭的 反正他都知道 他用在哪些地方 他知道 吐善阿德士三妹 朱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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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惑 無能壞者 朱煩惱 所以他是破謀 但不是我們誤會 朱煩惱 煩惱也是魔 有四魔 五音魔 煩惱 死魔 天子魔 朱煩惱 極 魔能 只是天魔 無能壞者 也有辦法破壞 所以真正能夠扶摩 想扶摩的 不是那邊做 可是你知道怎麼修可以得三昧 你修三昧 你就是可以正如露 無露就是什麼 去除煩惱 所以你看 他說分別自助三昧形象 這個是波作三昧要怎麼修 這個是念佛三昧要怎麼修 他修成的可以怎樣 修成的可以怎樣 每一個三昧 這個是空三昧 那個是無相三昧 這個是無所有三昧 這個是花園三昧 這個是海映三昧 那你都知道 你都清楚 你也知道怎麼修 你也知道修得會怎麼樣 修成是怎麼樣 你都知道 所以你看 這個所念念三昧 因為你都會修 所以諸煩惱 魔及魔能 無論壞者 這個才是真正的想法 那你已經不知道怎麼修行 就是你不知道怎麼修念 就不知道怎麼修慧 不知道定位怎麼修成就 你當然就沒有 你當然佛法就不能得解脫 你所修的不能讓你得解脫 沒有解脫見見見見見見 就怎麼樣 見見見就沒有人修了 沒有人弘揚 沒有作用 見見見見見佛法永遠 當然是這樣 所以重要的 重要的是 你了解佛法 了解怎麼修定 怎麼修慧 定是怎麼來 慧是怎麼來 然後定跟慧要均等 要怎麼修 你定太強 慧不能成就 定太弱 慧也不能成就 定太強 慧也不能成就 沒有慧 沒有慧的定 脫怪盪 不能得解脫 沒有慧的定 不能得解脫 沒有慧的定 不能解脫 頂多只能成就五同仙人 頂多啦 慧是什麼 慧就是知道緣起 知道無我的智慧 無若慧 你如果沒有 就三百億人 諸行 武長 諸老闆 你沒有真正的政見智慧 無聞的智慧 你是緣起的智慧 你有定 定太強 他就在定裡面 死了就生四二戒天 五四二戒天的 他也不能出善見 所以沒有慧的定 不過就是外道 沒有定的慧 不過就是世間的知識 沒有定的慧 不過就是世間的知識而已 他也不能解脫 所以最高的定 最高的精神飛翔飛翔 他沒有辦法演化無肉慧 所以定都七 定 這之前我們都講過 你沒有辦法演化無肉慧 定太深 他關不起來 那麼沒有 最少最少 最少最少要慧到地定 所以你沒有慧的定 跟外道一樣 慧小或慧小 他最高 但是他沒有辦法成就 那你如果修初禪 二禪 三禪 那你沒有智慧 你會認為 後面也會講 你會認為這個就是解脫 或是你死的就是 出場天 二禪天 你也不能得解脫 所以沒有慧的定 是通外道的 沒有定的慧 只是世間瓦 它就是世間的東西而已啊 你只是世間瓦而已 你也出不了 沒有辦法出世間啊 所以沒有慧的定 不過就是外道定 沒有定的慧 它不過就是世間的知識 所以你必須有定有慧 而且定不能夠太強 強到像非常非常地定 它沒有辦法引發無肉慧 沒有辦法引發無肉慧 這個我們必須要知道 所以你定慧君的 與慧相應的定 那這個叫做喪美 那所認言喪美 是知道一切的喪美 那菩薩要知道一切的喪美啊 他才可以 他自己可以一種喪美成就 但是他要交其他的人 他就不需要知道 就好像你自己的病 吃一種藥就好了 但是你要做醫生 要告訴 要醫很多人的病 你必須每一種藥 它的功效 你都必須要知道 它的形狀 它的功效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你一看就知道這是什麼藥 就是藥的藥性是什麼 它是治什麼病的 這個你就要必須知道 這個就讓守著一個喪美 每一個喪美他都知道 這是什麼喪美是什麼 這個喪美是對之什麼 這個喪美是對之什麼的 所以所認言喪美那麼重要 基本上是因為這個是菩薩 他知道一切喪美的形象 深淺 然後他知道他的修行 怎麼修 所以你說所認言喪美 已經念佛法就差不多了 意思就是說 這個世間再沒有人知道怎麼修定修論了 沒有辦法得解脫了 其實這個意思 那後來我們就不知道 就變成說 這個魔要破壞能源中 不是 這個大家都說 有能源中 有能源金 那魔就不能壞 不是 跟能源金沒關係 跟能源中沒關係 跟你知不知道修定修會有關係 其實是這樣子的 好 所以他說 從下手 他說 這個講大聖的能源上魔地 如來草 其實是一樣的 那麼 當從下手學習 即定會的特性 特殊性能來說 定跟會是有分別的 定跟會還是不一樣 還是不一樣 他說 所以森文法的三真上學 三真上學就是戒定位 戒真上 心真上 心真上就說定 心真上其實就是定 會真上 其實就是戒定位 那這裡講心真上 會真上 那前面還有一個戒真上 就叫喪真上學 森文就是依戒定位得解脫 森文就是這樣 依戒定位得解脫 所以三種真上 那麼 大聖法的六波羅命多 布施慈見 忍略慈見 大聖之菩提心 那麼 修六度四聖 主要是以六度為主 六度裡面 六度裡面 那麼 最主要的就是禪定跟波羅 那有波羅波羅命 禪定波羅命之外 有波羅波羅命 從修喜來說 多稱之為止觀 就把定跟會 子跟觀 連在一起 那其實 定會就是子觀 子跟官也是不同的 就是 子跟官不同 定跟會不同 但是 成就的時候 就是定會要君的 子官要酸運 基本上是怎樣 後面開始會講到 子跟官 他引用一些子跟官 一般我們修 皮博神 奈斯文摩嘎 一般是 如果官放得的時候 是更官 後面就開始講到 那麼 修習子觀者 應先修習子 先修子 再修官 這個是法的次定 因為時間大 我們就先講到 三短三十一 後面這邊 好 大家合掌 合掌 合掌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國道 皆共成國道 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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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道